10个的话,因为现在50个,你总不可能说我找到 找到第11个的前面这个 其实当然也可以啦,只是说好像蛮麻烦的 那如果我要找前10个的话,最简单的方法 干脆你把Read改成ReadLine加S 加来ReadLine 然后我习惯 前面的变数,S是一个字串 那其他回来就不是一个字串 所以我习惯把它改一个名称叫List 第一个List就List1 OK,习惯是这样,那这样的话就是 读进来,所有东西就帮我放到List1里面 那当然你可以把这个List1,把它Print看一下 List1里面的话呢,它就是 一个一个资料放在中瓜阿虎里面,那你会发现 这里面会有一些东西是不需要,哪些东西 它每一个资料的后面全部都帮你换行 有没有,反斜线N 所以啊,这个东西可能将来会影响 就是你将来Print 变成Print已经换行了 它又多一个换行,变成两个换行 有没有 所以假如说我现在把它做一个 全部把它Print的话,那我可以什么? 其实如果全部Print的话,我可以改成 For i in range 如果全部Print的话就是把 从0,斗点到Len 它这个里面所有的资料,所有资料的话就Len 把它放过来,然后冒号,这个写法当然有点像 然后把里面的所有资料呢 分别Print出来,那分别Print的话就是什么? 多一个换行 对不对? 那怎么办? 其实呢,如果多一个换行,如果想要把它去掉的话 可能你要多学一个方法 叫做 Strip 它有字串里面又多一个function 这个方法,它里面的话呢 如果你要把什么呢 把什么字去掉的话,那你可以用Strip 后面加反斜线N 也就是说如果我希望尾巴的那个什么呢 这个换行不要的话,那你就是加一个.strip 把那个换行去掉 那你会发现执行的结果,那个换行 就被你给去掉了 OK,那有时候呢,比如说你在你某个字串里面有哪些不要的 那你就可以用这个方法去掉 但是跟各位讲一下,这个Strip的话 是去掉那个头跟尾,中间的不能 它只会去掉头跟尾的 那如果说你今天要去掉的就是那个什么 资料中间的东西的话,那你可能要replace replace就是取代 把什么东西取代掉 取代掉的话就是 去掉的话就是后面的那个参数变成空字 就算就可以,意思就是删除了 那这边的话我们用strip 再来的话,如果我只要什么 前11个人的话 那我编号当然就0 我们就不要全部 那我可以怎么把0到点到多少 因为我要到编号10嘛 所以他这个应该这个是第10个 所以也就是说 0到10 那到11停下来 所以这边的话输入11 理论上的话呢,应该就会只得到前10个 我看一下执行 有没有,这边的话 多一个刮符 刚刚一个LEN的后刮符我没拿掉 那我就不要全部 我就直接到0到10停下来 所以他会帮我print 从0 到10 10个会员就出来了 好 这样应该没问题吧 所以replace就可以解这个问题 再来第2个 第2个可能又比较复杂 如果说我今天呢 我只需要取的是 这个资料里面的 姓名跟手机好了 可是问题 姓名跟手机 它是分别在 这个字串里面的 如果切割好了 假设我们用切割 切割开来的话 那这个是第0个 有没有 这第1个 最后这应该是第几个 第4个吧 所以它的位置编号在 1跟4的位置 所以 我们需要做几件事 第一个 我先把资料 剖开来 有没有 剖开来前面也用过 那剖开来的方法还记得吧 这是strip 所以我们理论上应该是在这个地方 我先不要print好了 print就要再print 我先把这个 这个资料先拉到上面好了 那我在这个后面加一个 把这个资料剖开来的话 那是加什么 加strip 应该是split split打一个s split这边就出来了 split OK 那我根据什么呢 用那个 逗点的部分切割 所以这个说的话 就帮我切开来 那切开来一样 前面要有个东西去切 那我前面用一个list 因为切开来的话 它会是一个串列 那我的习惯 第一个产生就list一啦 第二个产生就list二啦 那第三个就产生 我习惯就这样 一二三 反正以后再切 那就是 再加一个 数字就可以了 OK好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什么 这里面的话就有个list二 那假如说呢 我要 我们可以把这个list二print出来给各位看一下 理论上就 这个东西 切开来之后 把它print出来 你会发现 它就 帮我切开来 但是变一段一段的 一个一个的串列 有没有 可是问题来了 我不是要 这个整个串列print 我只要什么 我只要第1个 编号1 0开始 1跟4 诶 这样怎么做 很简单嘛 你就是 这边的话 只要1嘛 中瓜糊 里面输入1就可以了 1得到的是什么 就是姓名 所以我把它print 你会发现 姓名 有没有 等于是有点像 Excel里面取那一栏的意思 有没有 取第2栏 可是问题 那后面的话呢 我们还要怎么 再串一个 我们串一个 逗点好了 然后再把 这个手机串在后面 手机的话应该就是 这个 这个的话 复制过来 把它改成多少 改成4 但是因为4后面好像有换行 所以把那个换行拿掉 一样在 这个后面加一个 Strip 如果你不加 多一个换行 好吗 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执行 这是我们看到 姓名 跟手机 就出现了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逻辑吧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我们刚刚 第1个 如果只取 前10个会员的话 第1个我们把Read 改成ReadLine 前面改成List1 然后把Range 改成0到11 第2的话呢 如果要只取 姓名跟手机的话 那我们一样先做切割 把切割到的结果先放到List2 那你Print的时候呢 就只Print它的编号 第2栏就是1 第5栏的话 那就是4 记得 这个 因为这个后面会带一个换行 所以你这个如果没有加换行 好像也会有 刚刚同样的问题 我看一下 如果你不 后面好像 他没带 他等于Strip 还是说 那可能是前面这个已经把它Strip掉了 所以那个 那个已经不见了 所以 底下这个应该就不需要多做 除非说你上面这个没有做的话 下面就跟着做OK 那这样应该就比较简单的 下面就不需要再Strip一次 OK 那请各位试试看 画面呢 先还给各位 所以两个动作 两个部分的要求 第一个 我只要前10个会员 第二个 我只要什么呢 姓名 跟 这个手机 两个栏位 所以以后的话呢 假如你要针对 你要取的资料 做横向的列 几列的 这个 需求 那当然就用Readerize 第二个的话要取 中间的几栏 可能要先把资料先 剖开来 然后再分别从里面 抓出你要的栏位数 OK 当然了如果以这件事情 直接以Sale里面是蛮简单的啦 可是问题是如果在Python 那就没办法 一定要这样的方法 试试看 我在这儿 可以 扨订 这儿 扨订 可以 扨订 这儿 扨订